期貨時間 期貨時間 倒數 在地球裡面 什麼時候的大宅來 所以現在是時間在倒數 現在剩六年多的時間 好讓我們 大家要趕快給我 好讓我們努力 呼籲大家 這是淨化人心 我們要人口平安 我們就肩養 減養動物 我們不要吃 如素 這就是最貼貼淨化 新世代聊新世 聆聽正言上人法語 聊聊我們心理想法 我是金霞 節目中精選隨時新的分享 與法師隨緣開始段落 一起來關注我們生活 農曆新年到了 過了虎年 迎接兔年來到 全家團圓 也是一個新的開始 那其實啊 我們不只是過新年 更要過新年 這個新啊 是歡喜新的新 因為只有人心進化調和 才能日日平安吉祥 這也是我們每一天 所期待的 把過去累積下來的 煩惱洗滴掉 重新來迎向新的開始 而且不在於自己個人 來看看在世界 考驗是越來越多 天災人禍頻頻出現 不斷發生的這時刻 過年也是要提醒自己 把握當下 戒慎前程過秒關 就像我們每年 跨年倒數計時一樣 五四三二一 大家都在倒數 這一秒一秒鐘的時間 分分秒秒都非常的重要 所以看到在美國紐約 就出現了一個氣候時鐘 用倒數的方式來提醒大家 地球還剩多少時間 這不是恐嚇大家 而是要呼籲大家 不能再逃避問題了 早知道早知道 不要有早知道 早知道就是現在 別等大難臨頭 所以今天節目啊 其實聽起來 或許會有一點點沉重 就是靜思金社得誠師傅 談到了2022世界各地的警訊 藉此要互相提醒 團聚的時刻 我們別忘了要發下好願 期許新的一年 大家都能平安 地球能夠平靜 就從我們這一餐飯開始 你覺得很冷嗎 大家在省來都沒感覺 剛才看著大愛電視台播 美國的中西部 零下29度 我就感覺 他們怎麼過日子 就趕快打個電話關心 關心亞美師姐 他們在美國中西部 因為也很擔心 平常人看到了大愛新聞 就會關心說 哇 安家 整個天氣是這麼的寒冷 那實際人是否平安喔 那也看到了在 中西部這邊也是 就是現在的季節 其實不是龍捲風的季節 可是在前兩天看到的新聞也是 一天之內就有50起的龍捲風 所以這也更正式去見證到說 整個氣候變遷是一個很大很大的議題 那雖然最近醒腳期間 幾乎每一天都在關注 紐約的氣候時鐘 那這個數據我們看喔 在10月27日的時候 在那7點 它的倒數時間還有6年 271天喔 但是這幾天 像他們每天都在講 看這些數據 已經到280幾天喔 所以其實那個速度是發展的非常非常快 那整個地球災難的倒數喔 是顯示我們距離 整個世界末日的距離喔 如果大家真的沒有辦法覺醒 我們自己都沒辦法覺醒 這個地球到底怎麼樣來複合 那現在以前都說 不要超過1.5度喔 這樣子的溫度可能就是造成地球很大的毀壞 可是事實上已經都在接近這個了 那所以後來大家就在退而其其次是 不要到升高到2度的狀況之下 那是更危急的一個狀況 那今天早上最新的數據 已經是如上人所預料是 每天一直在加速的過程喔 所以今天早上這樣的數據已經到 只剩6年217天 那後面的時間18個小時 只50分鐘 其他數據是一直在跳 那這個數據跳的根據就是 全球不管是工業 然後什麼所有種種的污染 包括人類昏食養殖的很多的畜牧業 那都會造成這個的數據 一直在加速當中 如果人類覺醒了 如果大家都聽到上的呼喚 回到了由昏轉數的時候 其實這個時鐘就會減緩下來 然後甚至於他可能會往 再往前 有更好的數據是說 可能他才有220 230這樣子往前進 那更有拯救的希望 那也看到了因為這樣的情形 所以全世界各地 我們剛剛講到了 美國中西部今天到了零下29度 那预風也一再起 所以其實野火暴雨整個狀況之下 真的就是在全世界各地 每天每天這樣的發生 那一件令人很遺憾 也是很感傷的一個事件發生在馬來西亞 雪隆峰會附近這樣一個露營區 整個因為在下雨過程當中 土石崩落 這個土石崩落 它造成很大一個影響是很多人 大概有80多位的人在那個地方露營 那所以整個土石崩落下來的時候 很多人就埋在裡面 所以目前整個災害是超過 可能有些統計數字他們沒有算到的是 有94人受災狀況之下 61個人幸好獲救 但是有22人往生 那還有11個人還是一樣下落不明 那接到這樣一個訊息其實是 非常非常的難過 本來這個是一片青山綠水的地方 但是因為整個開發成一個露營的營地 很多人在這個地方踩踏的時候 其實上人一直講說 山上就是要給他寧靜的生機 那如果說車子一再的壓上去 人一再在那個地方的時候 其實大地真的就是會反撲 所以這樣一個災難現場空拍 整個土石崩落下來 崩踏的山坡是高達30層樓高 那面積占地也很大 所以政府部門馬上投入了600多人的人力 在進行搶救跟時間賽跑的過程 那這個學校剛好因為疫情解封 其實前兩三年真的整個疫情造成 封國鎖成的一個狀況之下 其實人類減少了活動 反而那時候也都聽到了報導 在日本啊野路啊都來到了道路 然後跟人和平相處這樣 可是現在解封之後 很多地方開始開放了 所以像這個學校就帶了 老師跟家屬就進行了這樣一個露營 可是就發生了很不幸的一個狀況 那這是我們的慈青孩子 文欣也是受政的委員 他跟他家師兄是 就是學校的老師 也參加了這個活動 結果在他這麼年輕的一個孩子 那這是他的師兄 那昨天的最新訊息是 師兄有被送往醫院 那只是身體上只是輕傷 但是這個慈青孩子到現在都還找不到 所以其實今天早上在這個地方跟大家分享 也是期待我們每一個人用虔誠的心來祝福他 那家人也做了最壞的打算 只是我們用虔誠的心祝福他有奇蹟 那看到這樣子一個災難 看到了氣候時鐘一直在倒數過程當中 那也想到了這是在上一輪的行腳在高雄 聽到了師兄師姐的分享 就有一個他用台語講說 有有料 人沒料 那當時聽到 因為其實我們離開台語的那個禮語 都已經不是很熟悉 而且都是古早人說的 然後後來我就去查這樣的一個資料 原來他是說牛料到日後就是餐桌上美味的佳肴 那人我們往往沒有辦法覺醒 就是說現在我們的氣候變遷 那上海呼籲一再呼籲說 我們要由婚轉述 我們要力行環保 然後我們要勳法來增長自己的慧密 可是很多人其實是沒有辦法 在這個過程當中去體悟去覺醒 除非是自己碰到這樣子的一個災難的過程 那所以當看到這個情形的時候 就想到上海在推述的過程一再的強調 看到了牛 因為要被人類宰殺 所以在送到屠宰場前 你看他落下了這樣子一個眼淚 他有他的 可能有他的父母 有他的子女 可是因為只是人類的貪欲 然後就他要面對這樣的一個命運 那這個數據也是這樣一再一再提醒我們要注意的 今天早上我也上網再看 所以其實再加上人們都不覺醒的過程當中 一再再的宰殺動物來滿足自己的口欲 所以我們看到的是這樣的數據是2019年 我們現在還沒有得到最新的數據 到底每秒是增加了殺生的人數還是減少 那期待是大家真的懂的時候 這個數據是會往下掉的 所以看到了全球的疫情 這樣一個天災人禍的平耐 上網就陰陰的叮嚀我們 真的是要愛 不只是愛人 愛動物 也要愛大地 才能去減緩這樣子的天災人禍 所以上網這兩天也是說 以前會覺得請大家要吃素 現在是請大家一定要吃素 所以也是非推速不可 非說不可 才有辦法解救自己跟解救這個地球 那其實海外的小孩子們 他們在大醫院的教育是非常非常的弱實 那他們都懂得感恩 尊重 生命 愛 尤其上網強調的是 之前在對醫療之間的曲曲是 感恩 尊重 愛 五個字 可是看到這樣子一個天災人禍的平耐 所以上網再強調的是 感恩 尊重 生命 愛的一個過程 那也期待人人不要欠生命債 真的能夠覺醒 所聽到的是 靜思金社德純師父跟我們所做的丁寧 在新的一年我們更要感恩 尊重 生命 愛 不要欠生命債 期待大家新的一年可以重新開始 而今年我們要如何比去年更好 面對地球人口超窄 氣候時鐘的倒數 我們要有所警覺 淨化人心 當然要先顧好我們一念心 有方法 知足感恩 善解包容來調和我們的心 先將過去累積下來的煩惱洗滴掉 但更別忘了 素食護身不吃肉 不要欠生命債 知福造福與天地眾生結好緣 我們就一起共同來聆聽這一段 馬上人給我們的開示與叮嚀 地球面上的80億人口 15號 11月15號 這一天是全球的人口 總共只有80億我告訴你 經過這兩天到底還多少多少 幾千人不知道 總是人口很聚聚在地球上 我們很煩惱的就是說 地球已經很飽和了 地球還是在宇宙空中的一顆星球 我們已經超窄了 孫子還有一個第二星 紅包說你們幾個 我們還給兩個孫子 我們還給兩個孫子 我還給兩個孫子 還有一個孫子 總是這個人口一定很飽和 現在我們唯一 紐約一棟大廊 叫做氣候時間 氣候時間 在地球面上 什麼時候的大災難 會搞 所以現在是時間在地球上 現在剩六年多的時間 好讓我們大家要快點來保養 還有兩年多的時間 好讓我們努力 說呼呼呼大家 這是淨化人性 大家要改善 改善生活的方式 我們要人口平安 我們就減養動物 我們要不要吃 它就不會一直用 所以如宿 這就是作為徹底的淨化 要淨化這個汙染 現在就是因為汙染 一定會造成了 碳台對它地球很順 氣候變遷會很大的 這都是在我們的生活中 對副教來說就是壓力 一直做壓 靖安 您聽得清楚 我是希望這回我出來 您怎麼聽清楚 師父 我們各位前輩們 大家午安 那氣候時鐘呢 是在2019年的時候 在美國的聯合廣場成立的 而這個時鐘本身呢 它具有三個特別大的意義 第一個意義是去描述 每一天我們的碳排放量有多少 然後地球剩下多少的時間 那這是一個讓我們覺得 非常急迫的一個數據 因為呢 眼看我們只剩下 六年兩百四十幾天的時間 四十六天的時間 我們可以看到紅色的部分 雖然是英文 但是呢 它是一秒一秒的在減少 所以這個氣候時鐘 不斷地在提醒我們人類 我們必須 我們再來一次 我們這個氣候時鐘呢 它呈現的呢 不只是人類在倒數 而是這個氣候的大災難 即將在六年兩百四十六天 六小時四十三秒 十五秒 十四秒 這樣子的一個方式呢 不斷地在下降 那剛才我們看到的呢 又是另外一個時鐘 它是一天有八萬六千四百秒 它是要去描述說 一天我們到底 留下來的時間剩下多少 那上人一直在提醒 如果今天我們少吃肉類的話 那麼我們現在的地球 才有辦法把這個碳排放量降到最低 那我們現在联合國 慈濟聯合國團隊也在埃及參加氣候變遷大會 那所以呢我們看到這個時鐘 這個時鐘是一天的時鐘 上面有寫 已過時間 剩下時間 所以上人說分分秒秒都不能夠浪費 這只是針對生命 而我們剛才所講的紐約的這個氣候時鐘 它不只是在紐約有 它在瑞典 在韓國 在日內瓦等都有 所以呢 警惕這世人 我們必須呢 要看好這個時間 不要呢 讓這個碳排放量消耗等等呢 來造成世界的大災難 以上補充 感恩上人 感恩大家 那個碳 如果越多 氣候就越厲害的變遷 災難會更多 影響地球會更大 當然地球跟氣候跟人的生命是很密切 所以我們大家真正的要淨化人心 北舞塌滑